今天煮黑松露炒蛋 又不太贵 因为这些黑松露酱 七十多元 我用一斤等于两三元 三只蛋 牛油起锅 你喜欢可以加鲜奶或忌廉 有些人说这样就会滑一点 没什么所谓 因为炒蛋的东西 每个人口味都不同 有些人喜欢生一点 有些人喜欢碎一点 有些人喜欢滑一点 我什么蛋都喜欢吃 接着牛油起锅 小小小火 先溶下牛油 接着下鸡蛋 鸡蛋你喜欢发到好均匀也行 发到不断耳也行 无所谓 我又不断耳 你想熟一点就大一点火 小火 想滑一点就小火 小火 等它的锅 热了一点就推一下 那你说 不断炒它可以吗 不过现在讲求滑 滑就推一下推一下就可以了 有些人甚至 熟了火 至于你说滑到什么程度 滑到你自己接受到的程度 那盐呢 你说下不下好呢 下了盐有些危险 会有机会太咸 所以最好吃的时候下 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那重路酱呢 我会选择 放一点点 在中间 那你说 为什么不拌匀它来炒呢 那 因为重路酱呢 我觉得太腸味了 如果拌匀了 你的蛋味就没有了 那现在这样呢 你喜欢拌匀也好 甚至不吃它也可以 那 加上幽盐 好好吃 开餐 吃的时候呢 就加少许盐 就好吃 好吃 好吃点 留给士典 先 吃到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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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